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万德兰最新推出的产品 无线根胶器 首先我们打开铝箱 查看一下这款产品都有哪些配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使用之前 我们首先要将整套产品组装起来 第一步 安装电池 首先安装控制器上的电池 用十字螺丝刀拆下控制器电池扣板上的螺钉 撕下电池上的绝缘胶带 将电池安装在上面 装上电池扣板 再用同样的方法 安装遥控器上的电池 此时完成第一步操作 第二步 安装组件 首先安装齿轮 将马达组件上的螺钉用螺丝刀拆下 选择合适的齿轮 将齿轮凸起的一端 装在马达组件上 用螺丝刀旋紧螺钉 然后安装快扣架 将控制器底端的螺钉用螺丝刀拆下 把快扣支架安装在上面 此时完成第二步操作 接下来我们将整套组件安装在相机上 第三步 将整套组件安装在相机上 首先安装跟胶环 将跟胶环上的旋钮松开 将其套在镜头上 锁紧旋钮 然后安装控制器 松开快扣底部的旋钮 将其卡在导管上 锁紧旋钮 松开底部的旋钮 调整位置 要注意 控制器上的红外发射灯 一定要对准相机上的信号接收装置 最后安装马达组件 松开快扣上的旋钮 将其卡在导管上 调整位置 使齿轮与变交环紧急贴合 锁紧旋钮 连接接线 此时完成整套安装流程 下面为大家介绍这款产品的使用方法 首先打开遥控器和控制器的电源 我们可以看到控制器上有一红一蓝两个信号灯 当有电源接入时 红灯保持常亮 当有信号输入时 蓝灯会有闪烁 功能一 遥控快门 其工作原理与相机机械快门工作原理一致 使用时将镜头调至自动对焦模式 再将相机调至延时拍摄模式 半按快门进行对焦 全按快门进行拍照 功能二 变焦 转动遥控器上的转轮 使相机进行对焦 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转轮 对焦时可以自由调节速度 功能三 焦点记忆 将转轮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到底部 同时长按一四两键 当信号灯闪烁时 说明记忆清空 此时转动转轮进行对焦 长按一号键 完成焦点一的记忆 同理完成了以下三个焦点的记忆 根据使用需要 可以自由地切换四个焦点 在变焦过程中 旋转速度调节钮 可使变焦速度自由调节 在使用时如果发现对焦不够灵敏 说明电池电量较低 需要更换电池 遥控器和控制器支持外接电源 电源接口为正级 最后感谢大家购买万德兰的产品 祝您使用愉快 祝您使用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